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айте我也松开 音乐 最快感觉 最快感觉 非常久 最后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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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金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主如何是自由自主的 这种作业者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破身我与诸吾 还有破偿吾 首先第一个问题 攻破身我与诸吾 总许有诸我 时时所为我 诸我不顾死 将生而生起 不胜顾无故 他这里就是说 因为神论外道和数论外道 他们都承认 比如说神论外道 在数论外道 二十五种所知当中 他们也认为是 所谓的诸物 一切世间的造作者 然后神论外道 他也承认为是有一种生物 这种生物是具有五种特点的 他们也是能制造一切万物 那么这样 我们就开始问他们 你们所承许的 不管是诸物也好 或者说你们自己所家里的 所谓的常有的我 所谓常有的我 这样的诸物不可能造作世间的 为什么不可能造作世间呢 首先是他自己不能产生 因为诸物不可能 他就故意地特意想要制造自己 产生就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你们承认为是常有的缘故 如果他是常有的话 那么自己产生自己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连自己的本体都没有产生 那他要制造万物 那就是根本不可能现实的事情了 是你的儿子 他自己的本体都没有常理的话 他要制造整个世界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诸物不可能 思维将要产生自己而生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不生的缘故就是无果 我们这个不生无果 两方面来可以理解 一方面 因为你们的诸物生物 他是常有的缘故 从来都是没有产生的 没有产生的话 那他自己后面 他本身的果 怎么会是产生呢 他自己是常有的缘故 怎么会是他自己产生 如果他自己不产生 那就是世间万物怎么会能产生呢 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离破也可以 或者说 因为你们所承认的常物 诸物是常有的缘故 他的本体是不能产生的 如果他的本体是常有 而不能产生的话 依靠他产生的世间 七世间 有性世间的万物的果 怎么会是有呢 绝对不可能有的 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来解释 也可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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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着外境而有变化的 如果我们无常的话 可以有这种变化的 我的眼神看见外境的时候 一旦外境的色法消失之后 让我的眼神从此而中断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颜色是依靠外境和作业严格而产生的 那么这些因缘不具足的时候 当它的相续可以有中断的时刻有的 可是你们所出现的这种常我哪里有这种机会呢 就是不应该有的 当你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善于外境的时候 善于外境的时候 那这种外境永远也是不会有改变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你们所谓的常我者 所听到的声音 永远都是要听到的 所看见的这个色法 永远都看见的 要么你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那样 永远也是看不见 听不见 应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才是合理的 那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合理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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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承认具有五种特点 便于一切 常有的 唯一的 能享受一切外境等等 那么他这里就是说 比我若是常 无作是虚空 如果我是常有 那绝对不可能产生他的各种果 或者享受外境的这种机会是不能有的 为什么呢 你因为承认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你们所承认的 常有的我作为有法 他永远也是不能做任何事情 因为是常有的缘故 犹如虚空 我们通过特例的方式来 也可以这样真实 因此假如说你的相续当中 产生嗔恨性 如果他是常我 那就永远也是不可能产生 要么你的嗔恨 永远也是不能推 要么你的嗔恨 永远也不要产生 应该有这样的 可是世间上常我所造的 世间所有的这些众生 尤其是我们人类而言 那就是常我所造的人类的这种嗔恨性 并不是这样的 偶尔产生 偶尔不产生 这种情况是 我们显而易见的事情 所以你们这样的观点 是不合理的意思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认理就是说你们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了 为什么不合理呢 既然说你们所谓的常我 常有不变的东西 如果它的本体真正是常有 那么纵然遇到了多少个居生缘 那么它的本体跟前面一幕一样 不能有任何改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本体就像金刚一样的 始终都是无前无后的 如如不动的 常有的东西 那这样依靠这个居生缘 改变它原来的状态 那所谓的无常法也是成了这样的 那这个根本不合理的 这是我们平时也是可以这样想 如果真的是依靠外面的外缘 来改变它的形状 那绝对是无常法了 或者说它的本体是常有 也是它依靠 如果还没有接触 居生缘的时候它的本体和 已经接触了居生缘的时候的本体 是一体还是他体 如果你说是他体的话 那么原来常有的东西 现在变成无常了 如果你说是一体的话 那我们以前经常用的 这种推理一样的 没有依靠居生缘的本体 也应该变成依靠居生缘的本体了 依靠居生缘的本体 也应该变成了 没有依靠居生缘的本体 等等有无数的过失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们这样说 他正在起作用 就是依靠居生缘来 对它进行起作用 比如说他说 它诸物的常恨性的本体 应该是如如不动的 跟以前一模一样 可是后来依靠原地 不乐意的作意等等 这些违缘具足的时候 你产生嗔恨性 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你嗔恨性的本体 它正在起作用的时候和 没有起作用的时候一模一样的 那一模一样 后来寄生缘的这种作意等等 对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对它另外一模一样 还是要不合理的 下次再帮我看看 你试图一下 对那样的体制 真的是一模一样 让我区别的 你解决的人 和声明家 最后一扶导的人 必须感谢 你解决的人 可是我产生缘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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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应该是合理的 对方如果这样说那也是不合理的 你们所谓的作用与常我互相关系 这是到底什么意思 就绝对不可能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你所谓的作用应该是一种无常的法 而你与他结上因缘的常我就是常有的法 那么常和无常怎么会有这个关系呢 就是我们前面在《量力保障论》里面相受品当中也已经讲了 所谓的相受关系的话 那就是不能触开同性相受和毕生相受 如果是同性相受的话 那么常和无常在一个本体上是会不会同时存在的 就绝对不可能啊 如果是常有的时候绝对不是无常的 无常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常有的 这两个在一个物体的本体上也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如果说是毕生相受的话那也绝对不可能 常有的当中产生无常也不可能 无常当中产生常有更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说你们所谓的这种与他关系 作用与他进行关系的这种说法 就绝对也是不成立的 是不是这么久了 就能试找到这种与他说的 是什么意思 绝对就是这么多的 对这种案子 这种案子就像这种案子 就像是我们这样子 这么个大概的事 所以他们已经出现了 那种案子 但是他们打破了 都比较好 但是有些还真正的 我们是有什么 但就是这个案子 所以说这种案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一个颂词就是 中而言之 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分析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万物 全部是依靠缘起力而产生的 应该依靠各种各样的 因缘而产生的 堪布格尔在《入行论》的诸书当中 也这样讲 比如说 我们当生起嗔恨心的时候 其实生起嗔恨心 也有很多外缘 因缘具足的 那么这些外缘 也有 比如说怨恨的敌人 他相续当中 有很多的费力作业 然后这些费力作业 前世的业障等等 就是许许多多的因缘 聚合一合才产生的 因此并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种事物 就是他自己独特的力量 或者说有一种独自的关系产生的 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依靠他力而产生的 而并不是自主而产生的 我们知道这些道理 世间上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 他亲自想给你作害 或者让你生嗔恨心 没有这样的 既然没有这样的话 全是依靠 像幻化一样的 因缘而产生的 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对任何一个事物 就是对包括我们无情法的 一些活性以上的东西 不应该产生强烈的嗔恨心 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因缘 幻化聚集的 因为幻化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懂得了 一切都是幻化的 没有这个事业 那不管是嗔恨者也好 或者是被嗔恨者也好 或者说嗔恨他自己的本体 全部是阳缘顺和千道普通 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显而无自信的东西 如果你通达了这个道理之后 也应该是了解一切万法 无有任何事有 也有人说邀恨者 说邀请你 有关联合的 还是要定为止 这就是 甚么是这样的 也有关联合的 有关联合的 它们没有关联合的 因为我想 Fredd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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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